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的B型记者会透露, 中方已经注意到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哥任坠机一事的报道。 对于该事件,外交部发言人表示,正在关注并调查相关情况,随后将采取适当的措施。 瓦格纳集团是一家私人军事公司,普里哥任是该公司的领导人。 目前,有关他坠机的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,这一消息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。 外交部的回应也意味着中国将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,并可能会对此做出更多正式回应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